OK 现在我仍在这个中国河北的保定 我在这一个长城汽车的研发总部 那么大家可能对长城汽车的印象 可能就是这个 Aura Goodcat 啊 或者是他们只做 SUV 等等 但是其实这个品牌呢 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讨 那么就趁着这次我们来到这个哈的总部呢 就来看一下他们有什么东西值得看呢 OK 那么在影片开之前呢 请大家先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我们首先先带大家想先了解一下呢 这个长城汽车集团呢 有什么直品牌 就有这个坦克 然后有 Whey 然后有这个 Aura 有Hawa 还有这个Canon Bigger Truck 那么基本上呢 这些品牌呢 就是涵盖了大部分的乘用车 像是这个 Whey跟坦克 就是比较瞄准这个高端的市场 Hawa跟这个Canon Bigger Truck 大家都知道啦 Aura就是新能源车啦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 他们其实在这个内燃机啊 新能源 其实他们也都有一点建树 包括了这个纯电跟新能源 他们都有研发 另外呢 他们本身的这个内燃机技术呢 其实在中国也在处于顶尖的那个环节啦 那么Hawa H2呢 用这个国际标准打造就代表了 它不仅仅只是卖中国市场而已啦 根据数据统计呢 它在全球的销量突破了400万台大关 其中在巴西、智利、泰国、菲律宾、澳洲等海外市场呢 都有不错的成绩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哦 GWM在泰国还有澳洲呢 是当地的10大仓销品牌 你可以看到啦 就是在这种国际市场呢 它有这么出色的表现呢 就代表上它的产品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而且呢 它在它的中国市场呢 他们蝉联了100多个月的销量冠军 也就是讲呢 他们的那个单一车型Hava H2呢 在中国残联了100多个月的销售冠军哦 这个成绩我真的觉得很牛叉 而且呢 它的有一个记录是目前还没有人打破的 就是它单月的销量有8万两 这个记录我觉得很恐怖啦 马来西亚印尼一个月的新车销量哦 可能也是最多是7万多罢了 可是它一个Model它就卖了8万多两 而且它在中国上市的三年内呢 它就成为中国当地唯一一款月销量超过3万的SUV车型 然后上市4年成为中国自主品牌 第一个累积产量900万的SUV车型 然后它也曾经是这个全球SUV销量榜第五名 而且是排在像是那种Ruffle啊 CRV等等的知名车款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这辆车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它是真的很强 而且我自己也开过这台车啦 所以它的这个强项呢 确实是 嗯你真的是开过才会知道 Howard将它们自己定位为全球的SUV专家 然后它们在全世界的销量呢 其实已经突破了900万两大罢 而且出口70多个国家还有地区哦 其实这个我成绩我觉得在中国的自主品牌里面呢 其实也是不简单 然后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浅谈一下这个即将来到马来西亚的Tank 其实这个Tank品牌呢 它只成立了三年而已 但是它在全世界的销量超过了40万大罢 而且它在中国也是这种硬派SUV的销量冠军 可以跟你讲呢 如果是讲在美国你讲到硬派SUV人家会想到Jib 然后你在其他的市场你讲到硬派SUV人家可能会想到Rain Rover 或者是你讲到那个Lang Cruiser Toyota的Lang Cruiser啊 那么在中国讲到硬派的SUV人家就会想到坦克 它目前有坦克300 坦克400 坦克500 坦克700等车型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坦克300其实也是要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啦 而我不久前我也开过这款车 这款车的越野能力真的是让人吓一跳 而且据说目前它在马来西亚的预定成绩也非常的不错啦 因此呢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硬派越野SUV的朋友呢 这个坦克300上市之后 你一定要去试驾一下 那么其实长城系的集团呢 在这个中国有生产或者研发基地之外呢 他们在欧美甚至是泰国都有研发基地 所以呢他们的安全标准呢都是以欧盟五星为标准 你可以看到整个车的车身股价 拥有大量高刚性的材质 确保这个乘客跟驾驶者的安全 那么该我有讲到吗 这个长城汽车集团其实他们本身也是有这个新能源的车子啦 那么电池组跟谁买呢 一般上很多人都是跟这个宁德时代啊 LG、Samsung或者其他的厂商买 但是呢 这一个长城汽车集团呢 他们有自己的电池生产工厂 然后这间公司叫做蜂巢能源 所以基本上他们大部分的电动车的这个电池组啊 或者电动机啊都是从这个蜂巢能源出来的 那么这个蜂巢呢 除了做这个电池组或者电机之外呢 这一个Power Stairing的转向组件也是他们生产的 因为一般上很多的这个厂商呢 他们都会选择外购 叫做从Continental或者是从Bosch订购这些配件 但是长城汽车集团可以自己生产 那么做了一个汽车品牌呢 目前他们还是有这个传统的内燃机的部分啊 那么内燃机他们有1.5公升的MPI Turbo 1.5公升的TGDI Turbo 2.0公升的TGDI Turbo 还有我旁边的这个3.0公升的TGDI Turbo 另外呢 长城汽车集团本身自己也是有这个柴油机 就是使用在他们的皮卡上面 然后在我身边这个3.0公升的V6双涡轮这样的引擎呢 就是使用在这个山海豹皮卡啊 或者是坦克700这样子的车型 另外呢 他们也可以搭配这个电动机组成混合动力系统 其实呢 这个长城汽车集团本身的混合动力系统呢 表现也不错啦 在中国同样是属于第一梯队 然后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呢 在北京车车上面呢 他们也会发布一个8缸的引擎 这个8缸引擎是搭载在摩托车上面 中机上面 不是汽车哦 不过不排除以后它会使用在汽车上面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目前中国的汽车品牌里面呢 只有这个长城汽车集团呢 还在坚持这个V6或者是8缸的引擎 如果在马来西亚呢 你讲到Pekatruck大家都会想到HIGHLUX 那么在中国你讲到Pekatruck呢 就是这个标语 一种是长城 一个是其他 长城怕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中国的皮卡市场呢 这个长城的皮卡呢 是有多么高的支持度 那么这个长城汽车集团呢 除了大家熟知的这个内燃机啊 还有这个混合动力 还有纯电动车之外呢 其实他们也是有大力发展这个氢能源 其实这个巴士呢 就是这个长城汽车集团所开发的一个氢能源巴士 主打的就是零排放 而且实际上呢 他们也认为这个氢能源是未来的这个氢能源主力发展的 之一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吗 他们已经把它量产出来了 所以谁还敢讲这个中国品牌不在意氢能源呢 那么除了氢能的巴士之外呢 他们也有这个氢能的重卡 然后这个重卡呢 它的满载可以达到49吨 也就是49,000公斤 而且充满一次氢气的情况下 可以行驶300公里 这样子相比一下这个氢能卡的 这个比这个纯电动的卡车更压靠谱 OK 现在我就在这个Hydrogen的truck里面 你可以听到哦 它其实很安静 它不像一般的那个diesel的卡车那么吵 OK 现在我们出发啦 OK 这个感觉它好像比较轻快对不对 如果像比起一般的这个柴油机 对 比柴油的传统燃油车的烤焰要小很多 对 而且它也比较轻快 另外还有点要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氢能源的这个车子呢 它分解出来的其实是清水 就从这个管里面排出来清水 其实这个是干净到可以喝 我原本刚才要示范一下喝这个水给大家看 但是他们讲因为这个管里面有灰尘 所以其实水还是相对比较肮脏一点啦 就是他们不建议我喝啦 所以不然的话我是要体验一下给大家看 OK 那么这边补充个知识点 跟大家知道就是那个长城汽车集团呢 他们在全世界超过170个国家跟地区呢 都有销售 而且呢除了中国以外呢 他们全世界范围已经卖了140万台车 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的大 所以其实这个品牌在国际市场呢 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啦 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呢 这个长城汽车集团确实很gank啦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有 它连这个变速箱啊 引擎啊 电机啊 电池啊 Hydrogen 全部都可以自己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企业 就是应该一个汽车集团有的表现 什么都自己来 而且他们不吹牛 这是我觉得我蛮欣赏这个企业的一点啦 所以其实这次也蛮感谢一下 这个GWM的一些药物新闻来 这个他们的研发总部参观 所以你对他们的车子有什么看法嘛 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那好啦 这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直说这样子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